禮長質疑陳時中提的內湖 交通改善政策是爛牛肉 沒想到陳時中竟然回說 批評要用腦筋 讓禮長火大哽咽回嗆 陳時中不尊重地方民意 才是腦水腫太美品 而在野黨也炮轟 陳時中還以為自己是中央大官 態度傲慢 目中無人 從裡到外顯現的就是 薅大官威 你罵我無腦 那難道你是腦水腫嗎 禮長講到更业又紅了眼眶 因為批評陳時中提的改善 內湖交通解放是爛牛肉 沒想到陳時中卻在公開場合回嗆 說提出政策要用腦筋 要批評也要用腦筋 禮長超火大 同批陳時中不但不尊重地方 還回嘴實在太美品 沒有品 品是三個口 萬華的口你已經破掉了 所以又說我內湖無腦 你說第二口又破掉 現在剩下你一個口 我希望這個口 好好留著你的一個口德 在業黨也看不下去 痛癖陳時中 你已經不是中央大官 卻大耍官威和民意對抗 真的是好大的官威 態度傲慢 目中無人 完全不把選民的意見放在眼裡 這樣粗暴的言論 其實大可不必 陳時中參與台北市政 連八個月都沒有 憑什麼在那邊說三道士了 他以為他還是指揮官 你如果還有這種官模官樣 你就回去你的中央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直言 政策不能光說不練 政策講是一回事 做是另外一回事 重要的是執行 不是那個這樣 我們叫平南外國 很偶然的這樣 一句誓言引爆民怨怒火 但陳時中卻說這是在野黨抹黑造謠 我只有談論到候選人相關的一個政見 並沒有再說責怪任何里長的意思 那不需要用抹黑的形式來做 政策有沒有建設性還沒有答案 倒是先看到參選人擺出關架子 記者正到澎湖區國豪SNG小組 台北澎湖報導